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走边茶水间第110集 2020年的上半年已经结束了 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你的生活是否都on track 你在2019年所订定的计划 是否都完成了一半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这半年来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 不只是因为疫情 可能也因为一些宇宙能量的变化 让每一个人的气场都处于一个 比较低迷的情况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因此距离我们上一次 做冥想单集也好一阵子了 那这一集呢 我们就一起来冥想 梳理一下思绪 顺便呢来练一练一个新的呼吸练习 启动我们的内在能量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一样要来阅读今天听众的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Keki Chan 他写说我最爱的音频节目 每周都超级期待 非常谢谢Keki的留言 如果说呢你也喜欢这个节目 或者你有从这个节目里面得到一些收获 或者启发 我都非常希望呢 你能够帮我到iTunes Store上面打新评分 并且留言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也一定要花一点时间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把这个节目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在脸书上面也有一个私密社团 你只要在脸书上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在社团里面呢 分享有关远距工作 自我成长还有个人品牌经营相关的内容 如果说这些也是你感兴趣的主题 请一定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哦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会和你聊聊我这半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还有我整理思绪的过程 最后呢我也录制了一个十分钟的呼吸练习和冥想 带你一起做一个思绪排读 如果说呢你想要收看今天的文字稿 你可以在网址上输入 C-O-E-Y-K.C-O 写线内在能量 准备好了吗 Let's do it 欢迎你回到茶水间 我是Zoe 好久不见 你最近有没有感受到一股能量气场上的变化呢 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 波云见日 终于有光芒层厚厚的云层透出来的感觉 有吗 因为我最近就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感受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种醒来的感觉 2020年的第一季 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迷 然后比较沉淀 甚至有点像是冬眠的状况 因为去年12月我们刚做完Dream2Go的销售之后 我们就从大概是圣诞节开始 开始放一个厂家 我就开始去旅行 然后一旅行完毕呢 我们就开始闭关 直到现在 而我觉得那阵子的我其实真的是处在一个休息和学着放慢脚步的一个状态 那我也开始在想说 如果不用赚钱的话 或者赚钱不再是我人生中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还会想要做什么呢 我真正想做 真正能带给我幸福 带给我意义的元素有哪些呢 我也一直在想说 我自己有什么使命或者有什么梦想是还没完成的 那如果要非常老实的说 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那种很slow或者是步调很慢的感觉 尤其是在工作跟事业上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冲冲冲 然后乘风破浪的人 可是生活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其实就是平衡 就是it's all about balance 所以呢我也一直在学习放慢 放手甚至是放轻松 那2020的第一季 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平平的淡淡的的感觉 虽然就是生活好像也不错 可是就是没有那种激情 尤其可能自己也被地点上有限制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感觉就像是在冬眠 那第一季的我其实在那个当下 我的感受是有一点闷的 我就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新的突破 那下一个挑战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见一些新鲜的改变呢 可是到了三月底之后 也许真的是一个星象的位移吧 which就是如果有听众有在研究星象的话 也欢迎跟我分享一下 那那时候我就马上感受到 我好像真的从冬眠中开始起来 并且开启就是后来一系列的行销跟Brain Your Life的课程活动 然后我的整个生活也开始热闹了起来 那现在呢就是已经进到2020年的第三季 我就觉得那种热闹的感觉好像又再度淡去了 那无论是私生活或者是事业 我都觉得开始逐渐的稳定 然后好像也渐渐的开始习惯这种New Normal 并且呢学习在不一样的日常中啊 发现一些美好跟一些乐趣 那这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这跟整理思绪启动能量有蛮大的关系 因为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说 它有一点点像是大自然的感觉 就是四季它是有一套旋律的 例如春天就是一个嫩芽发芽的时期 那夏天呢生活中的一切可能就百花齐放 散发芬芳而且热闹很精彩 那到了秋天所有事情就是slow down 果断会慢下脚步走入一个收尾 冬天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休息 甚至是被白雪覆盖的时期嘛 那一个树木它想要长得好 长得漂亮 它的必经之路就是要态患 将不再适用 不再有意义 不再有营养 而且消耗你人生多余能量的树叶的东西 给排除掉 如果说你不排除的话 你就是得不断的传送能量到这些枯叶中 那你的能量会被分散 你呢就会拖延了你春天和夏天 全力冲刺的能量 那到时候呢你就不能尽情的绽放嘛 因此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都会有这种很平淡 然后没有什么味道或者是很缓慢 很了无心意的时刻 但是呢它就是一个人生的冬季 就像是商场上的淡季 我们不要讨厌淡季 虽然我以前是蛮讨厌淡季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正在学习喜欢这种单纯的感觉 那我觉得呢它其实也很适合你去聆听 检讨还有整理思绪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时刻 那我们的生活其实也不一定 时时刻刻都要充满干净嘛 我们也不一定什么事都一定要有目的 一定要有目标 有的时候我们就只是在饭厨 我们在休息 真正的让你在生活中所看到 所体会到的元素 内化到你的脑袋 甚至是你的身体里 让这些养分能够真实的被你给吸收 让知识能够为你所用 那我其实呢也很常会收到听众会来信问我说 如果我冥想的时候一直睡着该怎么办 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怎么办 因为睡着呢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想睡都还睡不着 想休息都还休息不了 所以冥想并不是要你当天马上就有人生的领悟 它是要你去放大知觉 去感受你的思绪在脑中沉淀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比喻的话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运动的练习 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马上让你看到结果 就算有结果如果你停止不去做不去维持的话 你的身材一样会走样嘛 因此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做一个比较有趣的练习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在聊平淡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整理思绪等等的话题 我呢就想要和你分享我最近非常热爱的一个呼吸练习 我觉得这个呼吸练习 它是超级无敌有感觉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冥想比喻成它是慢跑 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看到成效 呼吸练习就好像是重训一样 就你马上就感觉 天哪我的身体好像有一些变化 然后那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会先做一个呼吸的练习 然后最后再搭配冥想 因此呢我们今天好玩的练习就分成两个步骤 那整体呢大约是十分钟 我会给一些指引 但是我说的话会比平常再更少一点 然后我们只会搭配一些简单的旋律 所以呢你就专注的在自己的呼吸声音 还有震动上面即可 这一次的冥想 我会建议大家坐着 不要躺着 那无论你是在通勤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户外的时候 都可以来做这个练习 但是呢我会建议你使用耳机 而非用扩音 这样可以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 用热爱的书赚钱 打造财富自由 以及不被地点限制的工作 对吧 所以现在呢 推出了一套带状的四天免费课程 教你如何将自己的兴趣变成事业 让你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 第一天呢我会和你分享经营个人品牌 最常见的五个错误 第二天带你认识内容变现的三种方式 第三天呢我会教你分辨事业和兴趣 最大的四个差别 第四天我会和你聊聊 如何找到自己的热情 并且创造品牌价值 如果说你想要索取这四天的免费课程 请你呢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BYLMINI 再说一次是BYLMINI 只要输入网址就能够看到 更完整的课程介绍和报名页面 填表申请呢就可以马上开始上课啦 那我们课程里见咯 接下来呢我们的呼吸练习 我们会快速的从鼻子用力吸气 并且快速的从嘴巴吐气 维持一分钟 然后一分钟到了之后呢 我们会闭气 闭到一分 然后一分半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觉得你快要没有气了 千万不要吐气 反而呢你要做的是再一次的用鼻子 用力吸气并且持续的憋住 我们尽量要避气避到至少一分钟 那从头到尾呢 我都会在一旁指引你 所以呢只要放松心情 然后好好的专注在自己的呼吸即可 现在呢我们找一个地方 盘腿坐下 把你的腰打直 双手掌心朝上 放在你的膝盖上方 调整一下肩膀 让肩膀放松 我们闭上眼睛 眉心放松 脸颊放松 这个时候呢 你的脸部表情可以动一动 让嘴巴做一点放松的动作 现在呢 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呼吸练习 大力鼻子吸气 大力鼻子吐气 并且维持速度 我们持续一分钟 接下来做笔记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维持速度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吸气 闭气 我们现在眼睛持续闭着 脸颊放松 肩膀放松 腰背挺直 感受一下 你身体的变化 你可能会觉得 鼻子有点酸痛 你可能会觉得 有点头晕 你可能会觉得 身体的体温 有变化 这都是正常的 一分钟 我们现在 继续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 持续地感受 身体的变化 一分半 鼻子用力吸气 嘴巴吐气 再一次 鼻子用力 吸气 嘴巴吐气 现在 我们回复到 一样的节奏 再一次 做呼吸 练习的巡回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维持收度 吸气 吐气 吸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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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眼睛 持续闭着 脸颊放松 肩膀放松 腰背挺直 感受一下 你身体的变化 你可能会觉得 鼻子有点酸痛 你可能会觉得 有点头晕 你可能会觉得 身体的体温 有变化 这都是正常的 一分钟 我们现在 继续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 持续地感受 身体的变化 一分半 鼻子用力吸气 嘴巴 嘴巴吐气 再一次 鼻子用力 吸气 嘴巴吐气 现在 我们回复到一样的节奏 再一次 做 呼吸 练习的循环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维持 维持速度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闭嘴巴吐气 吸气 你可以感受到 自己的心跳 或许加快 或许慢了下来 好好的沉淀 这个感觉 我们持续闭气 仔细观察 你身体里有的变化 一分半 当我们最后 结束 这一次的呼吸练习 我们会大口 再一次的吸气 吐气 然后 进入到一个 简短的冥想 最后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吸气 我们现在 将呼吸的频率 和速度 调整成 最适合你 你最舒服的节奏 我们一样掌心朝上 腰背打直 肩颈放松 脸颊下 耳放松 进入 我们最后的 冥想阶段 感受一下 你的思维 回想一下 2020年初 到现在 你有什么想要放下的事情 你有什么想要整理 你的人 视 物 感受自己的呼吸 感受自己的心跳 感受 这一刻 活在当下的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冥想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你喜不喜欢今天的呼吸练习呢? 其实这个呼吸练习是我最近从一位大师叫做Wim Hof的身上学到的 那如果说你对它感兴趣的话 你回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 我也会放上它的连结 然后它教很多很多呼吸还有一些冥想的技巧 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呼吸练习的时候 马上有的感觉是 我的鼻腔有一点点震动 然后好像有点酸酸的 一直酸到我的眼睛 然后到我的眉间 最后是从太阳穴一直到我的后脑勺这边 就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然后开始觉得头有点晕 尤其是闭气的时候 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没有氧气了 所以我应该要呼吸 可是我就是持续的这样子憋着 然后我就觉得 一般来说我的心跳应该是要越来越快 没想到它开始慢了下来 然后越来越慢 我好像可以越来越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心跳 然后更多次 就是越来越多次的练习之后 我觉得我真的能够在那个当下 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 然后每一次练完这个呼吸练习 我都觉得我的脑袋好像是更 该怎么说 轻盈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吗 就像是你运动完毕 可能你的脑内散发一些多巴胺 就让你觉得好轻快哦 那是我那时候做呼吸练习的一个感受 我希望呢 你也有类似感受 那欢迎你呢 也跟我分享一下 你做完之后的一些感觉 也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是一个完全没写稿子 没有仿纲 没有足字稿的free flow 所以这一次的节目比较跳动 只是想要很真实的 像朋友一样跟你对话 聊聊我最近这半年来的感受 那跟你分享我最近在沉迷的事情 那如果说呢 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有任何的想法 我都非常欢迎你呢 回到这一集的原文 或者是到IG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 和IG的账号 一样是zoeyk.co 你呢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然后分享到你的story上面 tag我 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 让我知道你做完呼吸练习 和冥想的感觉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你却来选择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我也想要请你再花30秒的时间 好好的思考一下 冥想完毕之后 你是否觉得你的思绪真的有做到梳理了呢 把你的答案分享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吧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